今年秋天真的有好多影展 台湾有一个纪录片团队前往河南拍摄 麦田里的海源这样的纪录片 记录了一所坐落在中国河南的海运学校 他们每年有超过六百个异乡学子 想要一元航海赚大钱的梦 最特别的是这个学校不靠海 学生们也几乎一辈子没有看过海 要如何圆梦呢 带您一起去看 这是河南新乡的海运学校 但它不靠海 却坐落在一片金黄麦浪之中 实习模拟课程也不在海里 靠的是室内的仪器设备 或是小河上完成 学校里的学生也多半来自中国内陆的城市 大海我没有见过 就是在电视上看过那些画面 但是我想它应该很神秘的 具有挑战性 多数学生都像黄铭枪一样 一辈子没见过大海 却有着航海梦 听起来也许有点荒谬 但这是他们脱贫的梦想 最大的梦就是 一次性把证都拿到手 然后就 然后上船了 挣钱 然后家里过上好日子 所有人都希望能够借我当船员 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们就去看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子 那就看到了有人家闯在陕西宝基 一辈子没有看过海 然后英文字26文念不起 然后不会开车只会骑加车 可是他去学什么 他去学跳水求生 他去学航海英文 他去学开轮船 两年内要完成所有的训练课程 要通过十几科的国家考试 一般大学要念四年 他们两年内就得完成 当听到气喘警报信号后 应该在两分钟之内 到达停加班即可 动作要迅速 他们入学前连26个字母都背不起 两年内要塑成英文的绘画 与海洋知识 王明强想到为供他念书 去异地工作的姐姐 还有为此负债的母亲 这些都得咬牙撑过 看下那个地方女容 我也还拖签了 而且我们一起找 我爸一想 我说他不商量 不商量 我说你不管咱们都商 我哪怕咱们买钱 不管咱们想办法 都先把学生吃 只要玩话 他就有烈心性 我都相信他会成功 我都希望救他以后 他把他去录制 然后完成他的思念 我一直放心 没有 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一个脱贫 因为贫富差距的关系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 这群人他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去脱贫 其实里面呈现还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压力有多大 就称为一个男性的悲哀 他们全家就把所有希望 就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 纪录片里的另一个主角 徐昌兴和黄明强 有着类似的命运 从小就是跟 今天奶奶长大的 从小就是他们 他们俩不太大 今天还比较穷 很多上这个学校 已经很不容易了 东平西间 因为在外一直 跟替别人借钱心里 很不舒服 在好不 实在不好上学 什么也没用 在去上学的时候 跟那都六十多了 你听不懂啊 你不听不懂啊 你不听不懂啊 你不注意听啊 在上学的时候 就学习啊 不要给他们一块 四根一块那个 给你一年拿 他今天能拿着 带了生果费下来 两万多块钱 你不想想啊 你还是去往哪里面 这也来说 这不是容易的事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中国大众现在面临到的 是社会问题 他们怎么样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脱离贫穷 是每一个人 都在追求的一件事情 所以甚至追求到 一件事变 你去问中国大陆小孩子 十岁的小孩子 你问他 你最想梦想是什么 我想赚钱 甚至他可以告诉你 我想赚五百万 他可以跟你讲 讲得那么清楚 可是当你问他 你想怎么赚 没有人说出来 毕业前的政教大考 对他们来说 是机会更是命运 一旦没考过 下一次就得去 别的城市重考 报名费 旅费 一分一毫 对他们来说 都有如千金顶般承重 没考过吗 现在就这样 我感觉就是 真的已经 就是一直在努力了 反正就没有放松吧 但是有时候 即使努力了 但是也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但是我不后悔 毕竟努力过 真的 一二三 麦田里的海源 记录的不只是 中国贫困农村的缩影 还有农村经年 梦想的成就